担任我们升级教室导师的黄泽峰 之前就教了大家泰拳基本功 这日他又在开班授徒 教大家做掌上压 大家不要以为这么简单不用学 其实不少人都做得不是这么正确 当你十字调背就OK 平板支撑都OK 试试一个难点就叫做掌上压 做掌上压都是量力而为的 还有注意一个事学 其实肌肉会有适应和习惯性 我们不用心急 其实会做少许会做少许会做少许 当你有恒心做多一日子之内 自然肌肉会有力度和强度 就不用心急 一日我做一千下就玩完了 不行的不可以这样 记住慢慢慢慢加上去 OK 我试试十下张上压 注意朋友 有些朋友不够力 通常有时候会这样做 会令到肩膊增生 最好不要这样 我们将反正面向前面 两手按住 成直线的 不要中前也不要放在后面 力量不同了 放在整个直线和肩膊 大约的阔度在肩膊随肩上下来 好 我示范一次 不要放在肩膊随肩上下来 不要放在肩膊上下来 清不清楚 好 预备 开始给大家看 一 下去呼气 二 或者下去吸气也可以的 三 但上来要喷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扎峰表示做运动想要有成果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一定要持之以行 否则做完都是等于白做 一定要有恒心 不要十天做一次 没用的 我们初初学习的时候 宁愿时间短一点 但是可以做到就隔天做 做不到的 那就尽量尽量控制自己 三天做一次 四天做一次 但是不要间断 不要断了 明不明白的意思 但是时间的量不用那么大 最初十分钟 努力的OK的时候 慢慢加上加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我觉得最大的运动 半个小时已经足够了 天天做 或者可以隔几天做一次 但是千万不要一个月做一次 那就没意思 最惨的是什么呢 朋友隔一个月做一次 是做超负荷的 大量的 会令到很容易受伤 肌肉痛得很紧要 扎峰又说 疫情下在网上教人打泰拳和做运动 不是那么理想 做不到即时纠正和监察学员的身体状况 难度相当之高 直播给你看到 是令到你认知这件事 为什么要教练在这里 教练才可以呢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到 但是问题是很多朋友 他的呼吸是不行的 还有最大的问题是 有些朋友有忍疾 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不太对路 那我就会停 比如你呼吸不好 有些人觉得自己 其实呼吸 好像看很容易的东西 其实很难的 很多人打打打打 完全是闭气 不呼吸的 那怎么办呢 缺氧 第二 有时跳绳 跳绳 你会发觉 心好像不太顺得住 有些人 有些忍疾的 所以我经常说 在直播 可以认知 泰拳是什么 但是要练 一定要有教练在场 习丰又呼吁 有心学泰拳的朋友 一定要找专业教练 那只可以学得 又安全又安心